而近期,我军吹士元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,步枪射击中,以领先第2014环的战绩勇夺冠军。 简单来说,即使我们比亚军少打一枚子弹,我们依旧是冠军,事实上,我军吹士元不但出意了得,三个人完全可在20分钟左右完成进版人的野战快餐,同时还能保障战士所需的营养,而且军事技能非常强悍,并不比普通连队战士差。 我军吹士元,首先是一名合格的战士,其次才是吹士元,另外我军吹士元的战斗力还是经历过考验的。 抗战巨量箭中,就有吹士元与连队战士,一起进攻敌人的场景。 在1979年3月,我军18名吹士元,突然遭到100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袭击,凭借着地理优势,我方吹士元与敌人足足周旋了24小时,后来与我方支援部队一块全歼了敌人。 而这18名,吹士元没有一人伤亡,其实,吹士元在战斗中,往往扮演着骑兵一类的角色。 2015年一次演习中,有三名吹士元被前线士兵送去可口饭菜时,突然遭到敌人的巡逻,三名吹士元当机立断,直接干掉了敌方巡逻人员,成功穿越了三道封锁线,将饭菜送到前线士兵手中。 不过,我们在俄罗斯举办的军事比赛中,大多数取得的是第二名的成绩。 至于原因,星星向大家也非常清楚,俄罗斯裁判太偏太俄方了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 然而,我军吹士元在这场射击比赛中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,而且做的食物也非常可口。 就连俄防长邵一谷,在开幕式演讲后,立马赶到中国餐位前,等着吃我们做的食物。 事实上,吹士元在任何军队中都非常重要,因为他们是保障战士是否具备强悍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,所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也不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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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